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本來我在上一期節目裡面講 說這次要講一講 軍隊因為這次疫情而發生的一些異動 但是現在還缺少一點資料 所以說講不成,要再推遲一下 今天臨時改變一下主意 跟大家先講兩條值得關注的消息 都是不好的消息 我在前面有一期視頻裡面講過 一個觀點說現在習近平號召 下令大家匆匆忙忙復工 就是為了中共的財政收入 中共的經濟利益而故意的去擴散病毒 就是讓中國人去送死 現在後果已經顯現出來了 重慶有一家企業叫做重慶泰鋼 是潘之花鋼鐵公司下屬的一家企業 應當是跟軍工有關的企業 他在復工之後就發生了群聚感染 其中有兩例確證了 還有130多人被隔離 今後可能還有更多的人會被確證 在開工之前這些人都是測量過體溫的 都沒有任何症狀 但是這個病毒它的厲害之處就是 它能夠在沒有確證的時候 在沒有出現症狀的時候就可以人傳人 現在在全國這麼多的省市自治區當中 重慶它的疫情並不算是最嚴重的 復工的規模也不算是最大的 如果重慶都已經發生了這樣的群聚感染 那麼其他的地方可想而知更厲害了 比如說像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這些地方 企業更多,勞動力更密集,情況就會更差 還有一個不好的消息就是 南陵的中紀委公布了一條消息 說是開除南陵衛健委主任的黨內外一切職務 因為他在2月5號在他的老鄉群和家族群裡面 發了一條微信,散布了關於疫情的不實的消息 南陵是廣西的首府,也是廣西人口最多的地方 而這個衛健委又是南陵的官方的最高的防疫機構 這個主任又是這個機構的最高的官員 如果他掌握的信息都是不實信息的話 那麼這個國家到底有幾個人掌握真實的信息呢? 再說了,如果他掌握的是不實的信息 那他為什麼要對他的親友去公佈呢? 所以中紀委的這個說法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這個主任被撤職的真正的原因 是他掌握了真實的信息,但是沒有保密 雖然他沒有向社會大眾公佈 但是呢,向他的親友泄露了這個秘密 那他泄露的秘密是什麼呢? 他說啊,在南陵有兩家醫院 有一家叫做區醫院,另外一家叫做醫科大醫院 那這兩家醫院裡面呢,都發現了好多例 確診的病例和疑似的病例 那這些疑似病例的這些病人呢 醫院是不會收治他們的 所以說啊,這個主任就說啊 從這個醫院出去的疑似病例 他會出現階梯式的傳導 所以他要提醒他的親友注意,不要被傳染了 然後他又說啊,這次確診的這個病毒是Beta型 是武漢肺炎病毒的第二代 請大家注意了,他用的是確診 也就是說啊,他們已經證實了武漢肺炎病毒 已經變異出了新的病毒,新一代的病毒 他還說啊,被感染的人不一定會出現症狀 但是呢,無法治癒,無法根除,還會留下後遺症 也就是說,你一次感染了病毒 就終身感染了病毒,就像艾滋病一樣 你可以啊,用一些藥物 可能今後有一些藥物來抑制這個病情的發作 但是呢,沒有辦法把它完全治好 這就印證了在前些日子 美國疾控中心的科學家他們的說法 他們說啊,這種病毒可能會變成流感一樣的病毒 永遠存在於人類社會,一次又一次的爆發 而且最後呢,全世界可能有60%以上的人 都會受到這個病毒的感染 所以說大家無論在什麼地方 最後都會面對著這個,面臨著這個病毒的威脅 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經注意到了 根據現在全世界各個國家他們官方公佈的這個數據啊 全世界確診的病例加起來 除了中國以外有600多例 但是呢,這個死亡的人數只有3個 死亡率還不到0.5% 新加坡確診的病例是除中國以外第二多的 一共有60多個,但是沒有一個人死亡 而在中國呢,尤其是在武漢,死亡率就高得多 根據美國和英國的這個防疫專家的估計 他們說武漢的死亡率可能高達18.5% 現在呢,武漢有7個火葬廠 他們都是啊,7天24小時不停地在焚燒屍體 雖然呢,現在整個城市其他的工廠都停工了 但是武漢的這個空氣當中的二氧化牛的含量啊 比以前要高出了兩三倍 只有一種可能性,就是這些焚屍奴啊 他們在不停地在焚燒屍體 死的人比以前多了很多 那現在武漢市政府也已經定制了 100萬個這個裝屍體的袋子 這些現象都說明武漢死亡的人非常非常多 死亡率遠遠超過其他的國家 這就說明其他國家的醫療體系比中國好得多 中共雖然說他們的優勢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 現在呢,全國最大的事是什麼?就是防疫啊 但是這個大事被他們徹底的搞砸了 他們集中了力量,建立了世界上最龐大的軍隊 集中力量建立了世界上最龐大的維穩的體系 集中力量收了全世界最多的稅 還集中力量保障了所有這些高幹的特權 但是他們沒有集中力量 這麼多年他們沒有集中力量建立一個像樣的醫療體系 沒有建立一個像樣的防疫體系 所以說平時老百姓要承擔高額的醫療費用 疫情發生之後呢,這個防疫體系又根本承擔不了 防疫的這個使命 不僅僅是不能夠救死扶傷 他們呢,應對疫情的這些辦法還非常的粗暴 衍生出很多次生的災難 比如說,在有些地方他們對那些不確診的或者是輕症的病人 進行強制隔離,派警察到他們家裡面去抓人 那有些地方呢,他們又反其道而行之 把那些患者堵在家裡面,不讓他們出門 甚至是用木板、鐵釘把門給釘死 現在很多人買不到口罩 但是呢,有些人必須為了買生活必需品 他們要出門呢,出門沒有口罩怎麼辦呢? 他們就會受到這些維穩機構的粗暴的對待 有些人被手銬扣起來,有些人被警察毒打 有些人被在街上強迫下跪 中國人權狀況本來就很差了 現在呢,因為這個疫情可以說進一步的退化 已經退回到奴隸制時代了 所以這場瘟疫,一開始就是一場人禍 如果中共不是為了發展他們的生化武器 不是為了製造這樣的病毒 那這次瘟疫就根本不可能發生啊 發生了之後,如果他們能夠及時的啟動防疫機制 疫情也不會發展到現在這樣的規模啊 如果他們不隱瞞疫情 或者說不壓制老百姓去傳播這個疫情的真相 疫情也不會擴展的這麼快啊 現在他們要大家在這個疫情高峰期回去上班 那就會製造出第二波的疫情大擴散 不可避免的會造成更多的人受感染 更多的人死亡 所以不僅僅是現在我們老百姓面臨著這樣的危險 甚至包括那些幫他們維穩的那些幹部 那些中下層的幹部 還包括那些幹部的家人 現在都面臨著這個危險 所以說啊,現在除了中共最高層的少數人之外 其他所有的中國人都面臨著同樣的危險 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 就像國際歌裡面所唱的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現在大家一定要團結起來了 一定要同舟共計了 如果是不把這個體制推倒 不把維護這個體制的習近平當局和少數那些高級的那些官僚 把他們推倒,疫情就不會結束 中國人的災難就不會結束 有些朋友可能會覺得 現在可能行動有些困難,大家都不敢出門嘛 怎麼能夠團結起來呢? 我這段時間跟很多國內的朋友進行過交流溝通 有一些朋友真的相當厲害,他們找到了辦法 而且這個辦法還是確實可行的 我們暫且把這個辦法叫做社區自救互助法 現在雖然大家都不能出門 但是呢,跟遠處的那些朋友見面可能會比較困難 但是呢,現在左臨右舍的溝通的機會就多多了 大家在家裡面悶了這麼久 心情都很焦慮,都很煩躁 也有很多人需要生活上的一些幫助 現在正是互助溝通的好時候 正是把大家團結起來,組織起來的好時候 而且現在大家都有微信,有QQ 可以通過這些工具,很快就把大家組織起來 比如說把一個社區的人拿到一個群裡面 一般來說呢,一個群裡面總是會出現一些有心人 有一些熱心人,喜歡幫助別人的 那麼把他們組織起來之後 大家就可以進行豐工合作 給整個社區的居民提供很多的服務 比如說有些封城的地方,大家要買食品 可能要走很遠的路 那麼有一些老弱人士行走困難 那有車的人,年輕的人就可以去幫他們購買食品 那有一些青壯年已經不在家了 要不就在外地回不來 要不就是現在還要出去上班 但是呢,家裡的老人孩子 可能生活上就需要一些照顧 那這個時候啊,就是遠親不如近寧了 同一個社區的人就可以提供這種幫助 同時呢,大家還可以在群裡面商討 好多這個社區所需要的一些服務 那有一些社區的服務啊,以前是這個街道啊 或者是居委會他們管的事情 那現在啊,我們可以把他接管過來 這個時候啊,很多那些以前的街道社區的幹部 他們呢,現在都忙不過來 他們很需要新的人 所以說我們現在把他接管過來 給他們是這個減輕了負擔 他們不會反對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就可以藉此 這個把我們自己在社區的影響力建立起來 同時也跟這些幹部搞好關係 等到疫情過後 大家在一起上街抗議的時候 那麼我們受到的阻力就會小一些 我們的號召力就會強一些 當然呢,也是有一些風險的 所以大家要盡量的避免 第一個大風險呢,就是在這個時候 大家千萬不要提太多的政治 談政治啊,特別容易引起這些維穩機構的注意 我們只談自就互助 我們用這種方法成為這個社區的組織者 增強在本地的普通民眾當中呢 對我們的好感 那麼也就增強了我們的號召力和影響力 有很多民主派的朋友啊,他們立場是非常堅定的 但是呢,他們在自己的地盤上面沒有任何影響力 就是因為我們過去一天到晚 我們都在宣傳自己的民主理念 那這個結果呢,是有少部分人會受到我們的影響 但是大多數人呢,是把我們看成異類 對我們敬而遠之 這些啟蒙運動是必須要搞的 但是呢,不是要所有人都搞 還必須有一部分人成為組織者,成為領導者 那這些人就不能這樣做了 那就一定要,這些人一定要在社會上 積累起自己的人脈,形成一些影響力 最後才能夠讓普羅大眾跟著我們走 最後才能夠把事情辦成 另外還有一個風險呢 那就是在時機不成熟的時候 過早的提出一些行動的號召 通過這次疫情,很多老百姓對中共的不滿 那是增加了很多 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意識到 現在在疫情高峰期,大家都怕被傳染 所以說群聚起來的,進行抗議活動的機會很少 至少是在全國範圍內這種局面還不會出現 所以說一定要等待 哪怕是在自己的社區,已經有了號召力了 哪怕是自己社區的人已經很不滿了 這個時候大家一定要耐著性質 前一些日子,武漢有個好漢叫方斌 他剛開始有個提法非常好 所以叫全民自救運動 但是呢,後來他馬上就升級了 因為耐不住性質,號召大家全民反共 現在他已經被抓捕了 這種有血性的人在中國社會是不多見的 所以說大家有血性的人要更加保護自己 好綱要用在刀刃上,勇氣要用在打決戰的時候 那樣我們才能夠取得最後的勝利 才能夠擊敗中共 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再見